接下來我們陳寬安老師 哪些風水擺設 可以讓我們虎年好運不斷 所有的擺設當中 只有一草雲木擺在這個家裡面 都會跟我們有相對的關係 所以可以讓我們在 虎年好運不斷的風水擺設 今天介紹了第一個 和夫三合之感情加分的吉祥物 我們要講加分好運要連連的時候 第一個當然是愛情 感情 感情要加分 所以感情加分的時候 一個人的感情要加分 絕對不是單方面的 他得多方面 比如說夫妻一定要雙方家長 所以這是三方面的關係 所以一定要三合 取就三合的東西來做感情加分 那他的吉祥物是什麼 馬 因為老虎年的時候 跟馬跟狗都屬於三合 所以你在這一年的時候 就叫馬到成功 你希望說在你的愛情上面 感情上 不管你現在最後一段 大天現在要追求你朋友 希望邁入結婚之路的時候 大眾的情形 那就是要希望兩三方面 兩方面的家長的同意 大家都看得順眼嗎 那這種狀況之下 所以要三合 所以三合的時候 你就用你在這個流年的三合 在你的家裡面去做擺設 那擺設就是馬 你擺了之後 這馬就會造就了這三方的合作 叫天地人的合一 天地人合一的時候 自然而然就造就了這一個氣場 所以對感情就有加分的作用 這是很好的對感情的擺設 另外第二個介紹叫做 合乎六合的招財吉祥物 豬 豬的雕塑 我們要招財的時候 錢跟我的關係而已 所以錢跟我的關係 只有兩個而已 所以這兩個相對關係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當然就要以單一的東西 用六合 六合的時候是一直線的 所以我們三合 就是三角關係 六合就一直線的關係 所以這一直線的關係的時候 天人合一 那天人合一的時候 我們就建議說一定要用豬 因為老虎跟豬才能六合 老虎豬六合的時候 那我們用豬的時候 你不是擺的豬 豬就是古代人 農業社會 很散的事情 就吃這麼多最好的 不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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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除以就是餵豬 豬養大就可以賣錢 所以那麼我們另外一種 自然而然的老祖先 就留下來的時候 豬的東西就擺上 他可以帶來招財 那豬的下面要一些經營 你財寶 你看他有元寶 古銅錢 豬的上面有雕塑叫古銅錢 然後有這金錢 那就代表豬能生產 所以希望我們在這一個 虎年能夠好運不斷 財路一直滾滾而來的時候 建議你在家裡面 能夠擺上豬的雕塑 但這豬的雕塑最好是 能夠在身上 能夠有所吉祥的雕刻圖騰 要有圖騰才會造就那種能量 有些我們擺的東西當中 如果沒有那種圖騰 你擺了之後不見得會有用 不見得會有用 所以你要招財就要有財的圖騰 不然就你買了一個木頭雕的 或是陶瓷雕塑的 或是玻璃雕塑的 雕塑的一個擺在這個地方 就做招財的時候 你至少你可以丟一些硬幣 讓它採在上頭 就是豬帶來財富 自然而然可以在虎年 能夠讓我們財富遠遠不斷 相信這樣的擺設對你虎年這一年 二年這一年的所有的行運 你的財富 感情 都能夠在這方面有所加分 你照著這樣去做 相信絕對能夠得到幫助的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如果你真的不懂 不懂再參考這裡 所以買了房子之後 會改變你對花錢的態度 男生也會有一些 想要買奢侈品 周遭也會有些朋友 就是都穿名牌的 或球鞋啦 球鞋 我男生也會有衣服啦 潮牌啊 衣服很貴 加一加加一加 加一加 其實你回家 你亂買東西 你把這些東西堆在一起 這是一瓶土地耶 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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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覺得哇 而且其實好像後來想想 你真的不用買到這麼多 就所有東西都會想說 原本是要花出去 想說只是穿在身上 但現在就會覺得 應該花出去之後 是放到這個家裡面 然後說買一些 現在也買了那種 就是那種已經 就是那種腳踏墊 就是洗澡出來的那種腳踏墊 你都會覺得買一個放在家裡 哇 好開心喔 就是這東西 這是我家的我 而且我走出來 我就能夠立刻使用它 那一些名牌的衣服可能 然後就穿一次活動 你不可能每次十次都穿 穿同一件名牌的衣服 在同一個活動 那其實搭一些簡單的 其實也OK 所以買房子會讓人更安定 規屬感啦 會有覺得心比較安定 躺在家裡就說 這個舒服的感覺 是我自己花錢獲得的 就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那你才兩間房間 你到時候結婚怎麼辦 現在是 就只能再努力啊 但那時候 房仲也很好心 因為原本是有兩個房子在挑 我爸就想要租 就是買大的 所以一定有去看一個比較大的 但是那個價格一跳就跳了六百萬 就覺得哇 這個然後房仲也講得很好 他說 第一間房子真的不要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 你就先買一個小的 過來幾年你真的能力充足 你就用小的再換 再換個中型的 對 所以我覺得遇到的人真的還蠻重要 如果人房仲就說 那他那也賺了抽成也比較多 他當然可以去談一個稍微貴一點 然後宋佑你買貴一點 但他卻推薦我買一個 比較適合我現在能力值的 讚讚讚 余佩老師 我們的易金塔羅占卜 未來一個月我能夠逆轉勝嗎 那老師呢 這裡選了四個招財的吉祥物 每一個物品裡面就隱藏著一個掛像 那它可以告訴你呢 未來一個月呢 你在哪一方面你可以逆轉勝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它的外觀像柿子代表 世事如意的聚寶盆 第二個呢 是很Q版的五路財神 第三個呢 看起來非常優雅的一個流水盆 那第四個看起來非常霸氣的 這個咬財天王叫做霸王貼修 如果你想要選一個招財的吉祥物 你會選哪一款 好 那大天你選哪一款 一 好 何方 柿子好了 也是一 好 來三 好 我第四個 好 我選第二個 好 五路財神 好 好 那我就按照順序 一二三四來揭曉 那我們今天兩位特別來賓 選的都是 事事如意的聚寶盆 那未來在哪一個月能夠逆轉勝呢 這個掛叫做風三劍 它代表就是感情加溫逆轉勝 這個劍掛 它代表是循序漸進 你不要急 所以這個大天抽到這個掛像 是超級好的 因為這是一個陰陽和合的掛 所以對感情是加溫的 所以它有七十分 好 第二的是篤林選的 是叫做Q版的五路財神 那觀眾朋友如果跟篤林一樣 選的是這個的吉祥物的話 這個叫做山水蒙 代表是什麼呢 貴人相助逆轉勝 其實萌化它有啟蒙 有開竅的意思 也就是說當你工作上面之前 有一些問題的時候呢 未來一個月會有一些 有智慧 有經驗的人 來幫你一把 讓你事情也就平安度過了 所以它有八十分 這個代表說你向人請教 得到了一個善良的回應 好 我們來看第三個呢 第三個是 就是怪羽老師 好 這個流水盆 如果觀眾朋友也是選擇 流水盆這個掛叫做 雷水解 這個叫做元氣滿滿逆轉勝 其實這個解掛 它有解除也有解放的意思 也就是說危險已經遠離了 像有的人他之前 可能身體有一些不太舒服 那經過一些調養 到了下個月之後 危險解除就變成一個 健康寶寶了 所以它有九十分 最後一個是艾菲爾老師得到的 觀眾朋友如果跟艾菲爾老師 一樣的話 這個霸王皮修 他的掛叫做三天大促 所以財運橫通一轉勝 有100分 大促掛其實它就是 一個蓄勢待發的意思 也是茁壯的意思 那在錢採上面茁壯 那當然就是財運好了 100分 給大家出參考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最後給您推薦 我們何方的新專輯 翻牆的記憶 是 對不對 還有電子書 好 謝謝 感謝收看 拜拜 拜拜